毛主席在世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竟能让历代美国总统 折服在毛主席的智慧之下 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公开场合发言 居然也引用了毛主席名言 可见毛主席在世界的影响力 身为时代伟人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信仰 更是世界的一面旗帜 毛主席在世界的影响力 这一个概念可能有点抽象 但是有一个国家历代领导人 可以反映出毛主席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自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的周总理 尼克松就曾被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然而尼克松访华之行 最大的心愿就是 见一见中国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本来尼克松访华 生患重病的毛主席 是不适宜接见尼克松的 所以在那时并没有安排会见毛主席的行程 这也让尼克松感到些许遗憾 但是毛主席知道 尼克松访华的行程 对中国意义非凡 所以在两方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毛主席突然提出要接见尼克松总统 据说 尼克松在去往中南海的路上 有一些紧张 总感觉毛主席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子 但真正和毛主席会面之后 首先就被毛主席房中的书籍惊讶到了 从地道天花板堆满了满满当当的书籍 在和毛主席的交谈中 毛主席用自己丰富且幽默的话语 和尼克松畅聊了一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内 尼克松总统只感觉自己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 在主席那双睿智的眼睛下 尼克松的心里被剖析的一干二净 尼克松此行的目的也被抛弃的一干二净 尼克松更是臣服在主席的智慧之下 那么尼克松会见毛主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尼克松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 来商讨中美之间的合作 然而毛主席对此什么也没有回答 反而指了指身边的周总理 说一切事情和他们谈 今天他们只谈哲学 尼克松在和毛主席谈论哲学的时候发现 毛主席的眼界和境界绝对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虽然毛主席年事已高 但对世界格局的把握 眼光还是如年轻时毒辣 后来 在尼克松的回忆录中 专门写了会见毛主席的过程 心里除了有对主席的佩服 还有对主席发自内心的尊敬 尼克松此行结束之后 回到了美国 本来尼克松打算连任美国总统继续走侵华路线 但因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 因水门事件 福特获利成为了美国总统 毛主席对福特的评价也非常犀利 就像是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 被福特捡到了 自从福特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延续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 访问了中国 当福特见到毛主席的时候 已经是1975年了 而这位福特总统为何又被主席评为馅饼总统呢 毛主席对历代美国总统有什么魅力 居然让美国总统都对毛主席大力推崇 甚至连小布什没见过主席 都认为主席应该是所有美国人都知道的世纪伟人 小布什对毛主席之所以有很大的敬意 主要来自于父亲老布什的影响 回到上世纪70年代 能让毛主席接见的只有两位美国总统 尼克松和福特 然而主席对福特和尼克松的评价却大相径庭 对尼克松很是喜欢 对福特倒是有点耐人寻味 而这一切都要从1975年主席接见福特的那一次说起 福特见到毛主席之后 说出了一件让福特非常佩服毛主席的事情 那就是毛主席70岁的高龄 依然可以畅游长江 所以福特当场表示 自己没有见过长江 但是美国有一条河叫密西西比河 自己虽然不会游泳 有机会的话希望毛主席和他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 面对福特殷切的邀请 毛主席只是瞟了瞟福特 摆了摆手 这些动作就是在告诉福特 我都是一个老头子了 没有之前那样的经历了 福特对于毛主席的拒绝也没有恼怒 反而和毛主席谈起了他的未来 更是给毛主席和他自己画了一个大饼 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毛主席 只要自己能成功连任美国总统 绝对会与台湾方面断交 与新中国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 福特本以为毛主席面对如此大的诱惑 应该会采取相同的诚意来对待他 谁知毛主席依然没有要回应的消息 只淡淡地回复了三个字 放空胖 天又不测风云 美国总统下一任或许就不是他了呢 画了这么大一个饼也不怕伤腰 福特听完主席这三个字 整个人也愣了 丝毫没有听出毛主席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而这一切正如毛主席所料 1976年福特下台 并没有连任美国总统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 我国三位伟人接连离世 给新中国蒙上一层灰暗的天空 可是三位伟人的精神依然被人民所铭记 直到现在 同样毛主席的精神也在影响着全世界 自从小布什的父亲担任驻华大使以来 也见识了中国领导人的魅力 尤其是毛主席 在老布什的家里 有一本毛主席的著作珍藏了十几年 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小布什对毛主席也十分推崇 在小布什的执政生涯中 在一次的演讲中 说了这样的话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纪念的伟人 但是在美国 他们不应该只记住林肯和华盛顿 也应该记住毛主席 可见毛主席在世界的影响力 早在毛主席访问苏联 会见苏联留学生的时候就说过 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主席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中美未建交之际 就让美国总统给予极高的评价 甚至由美国总统放话 毛主席是世界上难以打败的对手 也是最难缠的对手 连美国将军都说和中国打仗 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决定 毛主席之所以让历代美国总统又爱又恨 源于毛主席的智慧和魄力 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 因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失利 为了震慑毛主席 说要对中国进行和打击 当时国内听闻这个消息后 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原子弹的威力 日本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杜鲁门都把使用原子弹的报道发出去了 而且还运来原子弹放置在我们的邻国日本 但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根本不管杜鲁门的大放厥词 还说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 他打他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 杜鲁门本以为使用原子弹 就可以吓唬住毛主席 谁知毛主席根本不管他这个人 因为那时毛主席的所有的重心 几乎都在朝鲜前线和国内无良资本主义家的身上 正如主席所料 美国人根本不敢随意发动核战争 不然苏联很可能进入战争 到时候世界就不再是局部战争 而是世界战争 虽然美国到现在还在世界扮演拱火的角色 但是并不敢充当战争的发动者 美国还是知道孰轻孰众的 回归正题 朝鲜战争失利后 杜鲁门很快下台 接任杜鲁门总统职位的艾森豪威尔 面对毛主席的智慧十分佩服 面对原子弹的威力居然不受协制 艾森豪威尔是将军出身 所以在军事上可以和毛主席好好较量一番 但要是在政治上的话 艾森豪威尔在毛主席面前只是一个毛头小子 为了和毛主席一较高下 艾森豪威尔取了杜鲁门之前的经验 在政治上和毛主席玩了一个暗度陈仓的戏码 准备窜访台湾 当毛主席得知艾森豪威尔窜访台湾的时候 毛主席先和他唱了一出文戏 艾森豪威尔不想听 执意执行自己的计划 毛主席什么都没说 只是非常安静地运送了一些大炮到福建 只要艾森豪威尔赶来 主席就敢打 面对毛主席的炮弹 艾森豪威尔也不敢肆意挑衅中国的内政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艾森豪威尔下台之后 在他的回忆录中 他不是毛主席的对手 毛主席的智慧无人能及 直到现在 研究毛主席的人并不在少数 但能研究明白的也不过三三两两 只能说 伟人精神永存 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影响着世界